这个Katy,我们回答一下 因为她看好本港银行的股份 她问几个5号,汇控,11号,恒生 和2388中银香港 她说全部都未有货 她说今年想加一些银行股进去组合 应该怎样选择呢? 她说想同时收息有赞价 我想每个人都很想的 Thomas会怎样去建议她呢? 如果暂时去看的时候 当然你应该考虑选择低些基数 三个来说 当然中银香港的基数就会低一些 恒生就高一些 所以如果你选择的话 最多会选汇控和中银香港 你不应该选恒生 因为上升速度相对上会比较慢一些 而两个来比较的时候 如果恒指真的继续有一个上升的动力的话 暂时去看汇控的价格表现 相对上就可以倾向看高一线的状况 当然如果想选择最低基数的话 就会考虑中银香港的状况 至于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考虑收息的时候 现时来说汇控是低息的 都是只有三厘比较 看来今年要衷劲 可能去回加四次息的时候 才加息的吸引度会比较高一些 中银香港就会高一些 大概是4.3厘的 所以你视乎一下 到底你希望看价格升方面 看得比较重 还是收息方面就会比较重要 如果你说看收息方面比较重 可以留意中银香港 如果对价格的关心度会比较高 我觉得可以选择汇控的 嗯